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 由我要咨询网Cruping的Excel数据透视表视频教程 今天我们学习1.9节活动字段的设置 对于活动字段的设置 我们这节课有四点要讲解 第一个是数据透视表明的更改 第二个显示报表筛选页 第三个活动字段的设置 以及第四个字段的展开与折叠 我们看一下演示数据 演示数据是根据这边的数据来做的 选择这个数据透视表的任意单一格 然后选择选项 对于这个选项里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数据透视表明的更改 可以点击这个 然后在这个地方更改一下 那么现在是数据透视表8 它以后面这个序号为准 比方说数据透视表1 透视表2 以及透视表3 透视表4 现在是到这个透视表8 当然你可以自己更改一下 比方说我的数据透视表 我的透视表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是给它更改名字 除了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选择选项的更改 我的透视表 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直接在这个文明框里面改 第二个通过选项 这个按钮来改 在这里输入就可以了 那么实际上为什么要改 现在我们还体会不到它的优势 那么实际上改名它的作用 这里简单说一下 就是为了方便表达 方便表达 暂时我们就知道它在哪里更改就可以了 第二个知识点 我们看一下报表 显示报表筛选页 报表筛选页的话 首先我们要根据这边一个报表筛选 如果没有的话 你根本做不了任何事情 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这个显示报表筛选页 它是灰色的 那么为什么 因为它不满足条件 你根本没有报表筛选的这个项目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字法 它所以根本显示不出来 所以我们尝试着把这个仓库名称 拖放到报表筛选 这个里边的这个区域来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它说显示报表筛选页 我点一下 因为只有一个字的仓库名称 所以它也只显示一个 好 如果我们点击确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确定 注意看一下 它增加了两个工作表 第一个工作表是仓库A 它的名字 第二个仓库B 第二个名字 那么实际上它是根据 仓库名称 有多少个项目 然后再列出多少个工作表 再把每一个报表筛选项目 作为它显示的筛选结果 也就是它经过筛选 通过筛选 那么比方说 我可以通过多项选择这样 它就相当于是这个样子 那么也可以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的话是仓库B的 不过呢 它这里并没有说 把选择多项这个打算过 而是直接 这样来选择的 直接这样选择的话 只能选择 一个 只能选择一个 不能多项选择 大家有没有看明白 就是将这个 报表筛选的每一个分页 给显示出来 每一个分页给显示出来 如果它有更多的这个记录 它会显示更多的这种分页 比方有ABCDEF机 一共要二十几个 它都可以 就有二十几个工作表 好了 这是第二个 显示报表筛选页 第三一个 活动字段的设置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活动字段 在这个位置 有个活动字段 活动字段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现在是品名 现在是品名 我点一下 是品名 因为我现在定到的是品名 那定到月份这边来 它活动字段就显示了月份 说明我把光标定在某一个位置的话 它就会显示某一个位置 它的字段的名称 你看现在我定到这里来 它显示了仓库名称 对不对 实际上这些东西是可以改的 比方说像这个 我定到这边 我再来看 有个月份 我希望它的字段是月份 我希望更改一下 希望更改一下 那么更改 你想更改的是自动行程吗 我觉得更改自动行程 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要更改的话 应该是更改这个 行目标签列标签 行目标签列标签 这里没有列标签 比方说这里的行目标签 实际上显示的是月份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活动字段 月份的这个活动字段 把它改成上面的标题 改成什么样 就是自动的标题 看这个改成我喜欢的 我需要的 定义的这种名称 那么你说 那我月份 那可不可以 那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就跟人性化 这里主要是显示的 它的字段 活动的那个字段 现在我定在这里 它同样显示的最小数标 然后这里还有个字段的设置的话 是它 针对这个字段的设置 一般的是汇总方式 会显示方式 当然还有些其他的 那 还有其他的 还有一些布局 对不对 这个是布局打印 是不一样的 跟点这个汇总像 就是这个数值器 它的设置是不一样的 后面我们会讲解 这里只是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还有个字定名称 可以在这里显示 这个呢 是不是 它可以显示个月份 显示在这里 那这样同样的品名 显示在这里 那么 对于它的名字 我们还可以通过 字段设置 就像这个的选项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 字段的展开与折叠 展开与折叠 我们之前说可以这样来 慢慢 折叠 或者说一个一个展开 那么如果我想把所有的都 同时折叠 或者是展开 有这样一个需求的话 你一个一个做是比较麻烦 这样点 所以我们希望 有点一次就全部完成的 这种方法 那么 在哪里 在这边 那么现在都是折叠的 我点 我点展开 字段 然后呢 是不是就展开了 我点折叠 整个字段 它就折叠了 展开 整个字段 但是你展开了以后 还想展开的话 那就不行了 还得选择 实际上再选择了 比方说参户名称的话 它就是往这里面 加字段 这样就不对了 所以说 我们的折叠 或者是展开的话 一定要选择好 相对于字段 才行 那这里 展开 因为只有这个月份 它才有 折叠和展开的功能 对下面的没有 如果下面也有 这种加号 或者是简化的话 也可以使用它 好了 这几个关于 这个活动字段的 相关设置的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实际上这几几个 我们讲的 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 没有太多的实力 实力性的例子 实战性的例子 到后面的话 我们就会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 首先 你要学习这些 实际运用的话 你得把它搞清楚 它的数据透视表的 相关一些设置才行 可能听起来有点枯燥 但是希望同学们 能够赖着性子 把它听下去 因为对我们后面 学习 透视表的 更多功能 会有 大的帮助 好了 这几个讲到这里吧 同学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